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范棠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好,我再度提醒你 如果您手上还没有我这一份教材 请到我的博客来下转 OK,谢谢 然后这个教材呢 是我在台湾出版的 这一个物件导向技术 那也曾经翻译成日宜 这个卖到日本去 OK 那这一个 我们就来继续进入我们的第七章 那第七章呢 谈的就是对象的多态性 或者是呢 多形性也可以 或是这个形也可以 都是英文叫polymorphic的 polymorphic的 那我们就来解释呢 多态性的意义 以及呢 多态性的对象 那么参考 就是reference 也就是参考到 多态性的对象 OK 然后我们就来在Android里头呢 我们就把它应用上去 我们学会了多态性的对象之后 我们对于Android的软件呢 我们会有更多的 这个理解力 更多的解释的能力 那么多态性呢 在西加加 是怎么表现的 OK 好 那么多态性的意义呢 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从这个密封的这个族群 它是一个族群 那里头呢 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种类的 就是它是一个族群 都是密封 都是封 有没有 都是封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类别的体系 那上面就是密封 因为我们从这个名字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都是密封 OK 然后呢 里头就分为呢 各种种类 有没有 可以很多种种类 有这个 女王风 有这个雄风 有这个公风 那公风呢 又分成 好多种类型 好多种类型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类别的体系 它本身就构成一个 类别的体系 然后呢 但是呢 每一个 这一个 它的 属性 或者呢 这个行为 并不相同 比如说 女王风的 它是不会去采蜜的 好 所以它的 不会飞得很远 很远 对不对 好 但是 它也不会跟着雄风走 反而是 攻风雄风 跟着它走 所以这个行为 并不相同 因此呢 同种族 同种 同一族群 但是 它 有 变化 它有 多种的 不同的 形态 所以呢 同一个族群 同类 同族群 但是 有不同的 这一个 形状 或者是 它的 行为 所以称为 多态性 或者多形性 所以那在这个 Polymorphin 这个英文字 在生物学上 表示 多种 但是 是同一个族群 多种 不同的 这一个 形态 不同的形态 就呈现出 这个同种族 但是不同的 这一种 种类 像 人 就有很多种 有这个 这个 至少呢 有 黄种人 白种人 对不对 等等的 那它的 外表呢 行为可能 有所不一样 好 那我们 再来看 多态性的对象 多态性的对象 就是等于是 多态性的蜜蜂 OK 所以呢 它的这一个 依赖的是 overriding override 就是腹血 也就是同样的一个 行为 同样的一个 比如说 这个飞 等等的蜜蜂 这个不同的蜜蜂 它的走路的方式 飞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因为 它的体型也可能不一样 所以呢 但是它有 这个一样的 这个 行为 叫飞 但是飞的 又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像 每一个类 都有 计算 红利的 这一个 行为 但是 它的行为的 细节呢 又不一样 对不对 又不一样 像鱼呢 有的是 它会游泳 但是游泳的 行动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那这个叫做 同中有益 同中有益 OK 好 我们再来看 所以呢 这个叫做 在以 加瓦里头呢 那这是一个 类别的体系 类别的体系 但是它 都附写了 附类的 这个函数 因此呢 这个 产生的对象 比如说 这个产生的对象 这产生的对象 这个产生的对象 这个产生的对象 那么 都可以接受 外来的 这个message 因为它都有 这个函数 所以都可以 接受 外来 这个bonus 的这个 信息 都有接受 这个信息 可以给它 这个信息 也可以给它 这个信息 也可以给它 这个bonus 的信息 也给它 这个 对 就像说 你到这一个 麦当劳餐厅 那么每一家 麦当劳的餐厅 它做的 汉堡的 过程 包装 等等 可能都不太一样 内容 可能 牛肉 也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 你到哪里 都可以跟它讲 我要买 大麦克 对不对 我要买 一号餐 像肯德基 也是一样 你跟它讲 我要买 蛋塔 那这个 买蛋塔呢 就是 你到一个 肯德基的对象 那么 你就可以 告诉他 买蛋塔 所以买蛋塔 就是你给他的信息 也就是叫他去执行 这个 卖你蛋塔的动作 OK 因为你要买蛋塔 他就要做蛋塔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 商店都会做蛋塔 对不对 都会做蛋塔 所以呢 这个 所以每一个 都要overwrite 这个做蛋塔的 这个动作 才能够处理你 买蛋塔的 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这样子 有什么好处呢 对你很方便 比如说 我看到肯德基 我就知道 他的这个信息 是一致的 所以呢 到哪里都跟他讲 我要买蛋塔 到麦当劳呢 我到哪里就跟他讲 我要买 大麦克 加V-Mac 大家都知道 还有 到这个 麦当劳各地方 你跟他讲 我要买鸡块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碰到 这个类别体系的 这个族群的 任何一个对象 我都可以告诉他 VoNAS 对不对 V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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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他们虽然 这个每个类的 计算的这个代码 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 他这个 信息的名称 是一样的 那这个叫做 这些 麦当劳的 整个 所有的对象 我们就成为 就麦当劳 所有的分店 我们都成为 叫多态性对象 多态性对象 所以这 我们再来看看 文字上的说明 透过函数的 override 的方法 子类 负写的 负类的函数 由负子类 别的继承关系 子类 是负类的一种 OK 就知道 OK 所以 因为他是一种 a kind of 所以子类 是负类的 一种 譬如说 黄种人 是人的一种 对不对 所以才叫黄种 所以呢 他是人种 的同一种 所以黄种人 白种人 是同一种 然而被 负写的overwrite 只是他 这个 每个函数呢 这个不一样而已 不一样而已 OK 所以负类之内 使作的指令不同 使作的代码不同 所以呢 他的行为不一样 但是 能够接受的message 是一样 OK 他能够 展现的 行为的细节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都有一样的行为 但是行为细节不一样 比如说 大家都会打球 但是打球呢 显然这个 黑种人呢 那么 这个 运动能力比较好 所以他 跳得比较高 OK 好像 密封种族呢 虽为同种 但是 不同小细种 小细类 在细分成 更多小类的时候 他的外形跟行为 都有所不同 都有所不同 那这一种的 像麦当劳这一种的 我们称为叫做 Polymorphism 的object 就是 他可以接受 这种的 信息 同一种信息 但是 展现出 不同分类 就不同的行为 这个叫做 多态性 OK 所以这个 类别体系呢 含有三种类别 就是刚刚 所看到的 这个Bonus 这个例子 看到这个例子 这例子呢 有三个类别 三个小类 OK 各类都有 自己的Bonus 函数 由于函数的支持 对象的行为 因此呢 不同种类的对象 就会展现出 不同的 行为 因为里头的代码 不一样 所以 类别体系 内的对象 为同种 就是 在这个 刚刚这一个 整个家 整个族群 那这个是 同一个族群 对 同一个族群 都可以 接收Bonus 这样的一个信息 但是 行为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称为 多态性的 对象 那像Bonus 这种 可复写的 这种 来 支撑 这个多态性 的这种 结构 那这种的 函数 我们称为 多态性函数 叫做Polymorphic Function 那多态性函数呢 就是 多态性的对象 都能够接受的 那个信息 的一种实现 那我们称为 它叫多态性的 函数 OK 像说这个 XYZ 这三个对象 三个类别的对象 XYZ呢 都可以接受 Monus这个信息 OK 都可以接受 Monus这个信息 那因为 三个类都有 Monus这个 函数 都有这个函数 所以呢 针对不同的类 它会执行到 对要用到 不同的函数 执行到 不同的代码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同种族的 同体系的 这个对象 像这个产生一个对象 这样 这Sales Engineer 也产生另外一个对象 那 这一个类 这两个是同一个类的 这是另外一个类 产生这个对象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的参考 把它放在一个 这个宿主 这台湾翻译叫 正类 大陆翻译叫 宿主 那叫做Array OK 就是这种Array 它把它排成一系列 所以呢 这叫做 多态性的 对象 的这一种 Array 这种Array 在这种Array中 我们 可知道 销售部门 这里 有一位经理 就是这一个 那么有两位工程师 就是Y跟M 因为他们是同部门的 都是销售部门的 但是不同的 小分类 不同的小分类 它是不同的子类 属于不同的子类 OK 因为它是同部门 所以呢 可以放在Array里头 或是List 叫串类 或者是宿主 对不对 那这就很方便了 就很方便了 那 那么 这一个 因为 这一个Z 属于 这个类别 所以它就会 调用到 它这个类里头的 Bonus 同样的 那么M 那它是属于 这个类别 所以它就会 调用 这个类别的Monus OK 那它自动的 会依照它的 小类的分类 而去 这一个 调用 它不同的函数 OK 那基于这种 类别体系的 复写呢 那电脑呢 接受 Monus 这个信息 的对象 就是 啊 这一个 啊 九烧麦当劳 买大麦克 好 那么 这一个 啊 到底 要 以哪一种方式 来帮你做 大麦克 那就看 你去 啊 这一个 你告诉他说 我要买大麦克 那刚好是北京的麦当劳 接到了这个message 那么就会 去依照 北京麦当劳的程序 去做看吧 那么 如果 接到的是上海的麦当劳 那么 它就依据 上海的麦当劳的 这个Bonus 函数 去执行 这样子 所以呢 MBonus呢 指令的M 啊 的形态是 Sales Engineering 就呼叫 这里头的Bonus 啊 由于Bonus是Override的 所以呢 Z Y对象 对Bonus这个信息呢 会有不同反应 有不同的行为 啊 因此呢 称为 Z跟Y 多态性的函数 啊 那 这个Bonus是 多态性的函数 然后呢 让这个 对象 ZY既有多态性 所以 这个对象 叫做多态性对象 这个函数 叫做多态性的函数 OK 好 那 这就是 我们 对于这个 啊 多态 的一种 啊 帮你做的 这个 说明 OK 那等一下呢 我们 要来 进行的是 啊 对这一个 做一点点的优化 做一点点的优化 OK 啊 因为目前 的这一个 啊 这一个 每个对象 啊 每个类 有他自己的Bonus 然后这个Y 啊 是 这一个 啊 都有他固定的 这个对象 啊 这个类 啊 有这个类 所以呢 在这里头 要变成一个 Array 啊 稍微辛苦一点 因为呢 你啊 这里头的 形态 跟这里的形态 跟这里的形态 不一样 形态不一样 因为你看 这就是类嘛 类不一样 类不一样 这个类 跟这个类 不一样 所以呢 这么要宣告成一个 Array 是有一点困难 啊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 会用 用参考 啊 用参考 啊 那 当然这是 C跟C 跟加瓦 又有一点点 不一样 因为 这一个 啊 因为 在加瓦呢 这个都是参考 所以呢 就 很自然的 放在这里 是OK的 是OK的 那 C++就不一样 就我们后面 会再来 啊 帮你做说明 啊 就是 啊 这一个指针 跟这个 啊 对象 有所不一样 但是在加瓦呢 啊 就混在一起 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 等一下 就来帮你说明 这一个 啊 zy 它 就是一个 多态性 的函数 那我们 可以对它 以这个参考 啊 对它来 做这个参考 以这个参考的 这个 来做 我们的 array 里头的宣告 待会再 详细来说明这里 OK 谢谢